Lun Sang 作词2 曲 维军 编冲 录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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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 初相见 是场震撼 从此后 我心里 被你填满 光风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你哭 陪你流泪 转眼间 你用来把我保卫 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一切 为了你 走天涯 始终不归 这场爱将灭到天梦地裂 这场爱坚持是轰轰烈烈 不管他人之间 几人能见 我和你共始终 自尽不灭 我用燕鸣正身了 我看过那个太极 那红色鸟星 那是洗花瓣早那天 我还对小燕子说 我知道她为什么叫小燕子 因为她身上有这个胎记 是吗 你身上真有这个胎记吗 微灭了 容int 把我背上了一幅画看 我自己看不到 可是我哥哥 他一定要看到 他答应过我娘 一定要找到这个太极 没有必要了吧 没有人怀疑你的身份 有必要 写案子说得对 小剑只有亲眼看见这个胎记 才能认这个妹妹 就在这儿 有吗 有你当初看到的哪个胎记吗 相认以后 我不敢要求看这块胎记 我想就算认错 你也是个足以让我骄傲的妹 现在看到这块胎记 依稀看到当年那个包在墙包里的小女婴 看到了我们的娘 怎样在生离死别的躯童中 我叮咛又叮咛 小叶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离开这儿 你不能再叫那个老叶为阿玛 我不许 我没办法 我不许 小叶子 小叶 十九年前的旧事 你就忘记吧 抛下吧 小燕子 你不要碰我 你走开 你是我杀父重任的儿子 小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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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会跟你在一起 小叶子 我怎么面对我天下的灾念之内 小叶子 小叶子 居然在皇宫里 我那个人叫黄阿玛 我居然爱着她 我居然偷失重废地爱着她 我是个大皇宫 我当命不死 我 小叶子 你站住 小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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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不敢说 我应该死守这个秘密 小叶子 补完 我和别人家 你做什么事 的 但是 失败了 小燕子 我跟你去大理 我 我装饰断腕 你们几个是不是太激动了 这个消息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震撼 你们现在人人心痛 个个都不平静 我们先回贺家 大家休息一下 然后再商量一下 接下来之后该怎么办 好不好 就是就是 把眼泪擦干 让心静平静一点 我们好商量后续行动 你不要痛了 小燕子 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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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个人的女儿 不可是她女儿 还是她儿子 你们都不要痛了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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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子薇和小燕子 都已经答应回宫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怎么 还叹气呢 这群孩子一个影响一个 谁都不离开谁 这宵剑深不可测的 又是这群孩子的领头 我担心会有变数 老爷在哪儿 老爷在里面 这个杀人凶手 你这个看透专家 到底看了多少人的脑袋 我要为我们 肖家十九口人腾挥风荡 老爷小心 老爷小心 哥哥 哥哥 哥哥住手 哥哥 老爷小心 放下辫子小燕子 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伤到老爷 老爷 老爷小心 我们砍头专家 什么肖家十九口 你在说什么 江南地义大侠 我爹 他是江南地义大侠孝志豪 你杀了他 你砍了他的头 你害我无父无母 我去喊了你了解的话吗 我今天才明白真相 我害羞我自己了 小燕子 你发什么疯啊 你有话好好说 快把鞭子放下 我发疯 如果你全家都被杀了 你会不疯吗 我疯了 我早就疯了 我糊糊涂涂进宫 将糊糊涂涂认财作副 你这个能随时护风唤运 随时要人闹袋的大人我 你换我一个爹 你换我一个娘 小燕子 不可以 把鞭子给我 好 负债自还 当年也是一样的 你不是说要 转世断网吗 如果你心口一致的话 你就给我让开 如果你还是护着那个人 你就是我的敌人 住手 停止 停止 你打的是你最爱的人呀 你知道 我曾经被老爷挡了一挡 如果你真的要打 你就打我吧 负债自还 负债自还 不了 就打不坑嘎 oops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皇上 我对萧之行这个名字 也感到非常陌生 不过剿灭乱党青龙帮 一直是朝廷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是很大的案子 如果抓获乱党 也必须承报皇上判刑才对 可是 臣实在是不记得 任须年有这么回事啊 任须年十月十七日 在杭州就地政法的案子 不可能没有记录的 不过 朝廷几乎每天都在就地政法 大概砍了太多的人头 怎么会记得一个小人物的名字呢 我爹他不是小人物 我爹是江南定义大侠 杀了定义大侠 你们偷偷都不记得吗 人民就那么不值钱了 萧燕子 你别遇到什么事情就火烧眉毛 给我一点时间行吗 我虽然是堂堂的一朝皇帝 操有人民的身杀大权 但是你也不能把所有砍头的案子 都安在我的头上 你口口声声说 你爹是我杀的 事隔十九年这么久了 我总得去了解和查明吧 如果你爹是青龙帮的重量级人物 是很有可能被砍头的 可是我爹只是江湖侠士 他有名有姓 我家侥幸逃脱死难的朋友 曾经斩钉截铁地告诉我 这是一个冤狱 我爹虽然交友广阔 却没有和任何青龙帮 和白联教的人有来往 如果是冤狱 我一定会查清楚 小姐 如果不是冤狱 你和小燕子都是漏网之鱼啊 你好大的胆子 把这件事情告诉小燕子 闹得人尽皆知的 如果不是你来南阳 小燕子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这件事 是你破坏了这一切 小燕子又不是没有上过断头带 现在我家就剩下我和小燕子 如果你还想住脚族 我们兄妹两个能倒带 就送给你这位老爷吧 反正南阳是好地方 你不妨 就地正房 皇阿玛 今天这场震撼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每个人的心欢意乱 不知所云 请皇阿玛 不要再和小姐和小燕子计较了 千万不要再把这件事情扩大了 老爷 把两位哥哥送上断头台这种事 不止我们个个受伤 连您也甚深受伤 这种事不能再重复了 夫人 萧之杭的案子就交给你去调查 你即刻回京 把刑部有关于乱党的案子 统统调出来查 让傅恒来帮你 全力尽速查办 快马回报 尤其是任虚年发生在杭州的案子 一个都不要放过 好 臣遵旨 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们大家都回去吧 我会一直留在南洋 等待事情水落石出 是冤狱 我还萧家公道 不是冤狱 我也会特赦萧剑和小燕子 这样你们大家满意了吧 谢谢皇阿玛 我觉得是有可疑 我一直不相信 皇阿玛就是小燕子的杀父仇人 这件事情 一定要查得彻彻底底 明明白白 真没想到 小燕子的爹娘会有这样凄惨的故事 小燕子十岁的时候 因为偷吃柳红的东西 被我们带到大杂院 那时 她被前一个主人打得是遍体鳞伤 我们才决定收容她 保护她 谁知 她竟然有这样离奇的身世 实在是太可怜了 这个案件 谁是谁非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小燕子这一生 实在是太离奇了 同样都是孤儿 我和我哥从小就相依为命 小燕子和小姐 就这样孤零零地相隔了十九年 真的比我们还要可怜呢 我去准备一些饭菜给她 我想小燕子 现在肯定不想出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断去屋里给她 小姐 我知道大家心情都不好 也都没有什么食欲 但是小姐 你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多少你都要吃一点呢 小燕子的饭菜我断去给她 不好了 小燕子把自己反锁在门里 让咱们进去了 就给她一点时间和空间吧 她受到了这么大的打击 需要冷静一下 半机兵 你轻一点 勇气你们常笑我跟水犯冲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才是跟鞭子犯冲 你回想看看 已经挨几次小燕子的鞭子了 我就说嘛 那条鞭子是祸害 以前我被小燕子打 被她的鞭子抽 所有的伤害我都当作 是她对我爱心的烙印 可现在她编我的每一边都是恨了 半机兵 你知道那种从天堂掉落到地狱的感觉吗 本来我们欢欢喜喜的 拿到免死金牌 可以跟皇阿玛回宫去 可是 我却成了她的仇人 我跟小燕子的爱情 怎么会那么坎坷呢 你也认为有仇啊 对你的皇阿玛没信心 说实话 这次我对皇阿玛的信心 真的不靠谱 自从她接管朝政以来 每年 不知道 有多少斩首的案子发生 我就担心 肖直行 真的是死在皇阿玛的手里啊 那样跟小燕子就真的完了 她现在像个刺猬一样 连我碰她一下都不许 半机兵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已经超乎我的能力范围了 连我都很震撼 又是很无主了 我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帮你呢 正面来讲 如果这件事情的爆发 让肖家得到一个重新调查 起刷冤情的机会 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那负面哪 这件事情 是不是很难解决呢 由江南第一大侠封号的肖直行 以她的能力和背景 恐怕涉足的不仅是三交九流的朋友 是否牵涉白脸教或是青龙帮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对这件案子真的无法乐观 只能抱着祈祷的心情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真相而互相怨恨 和冤冤相报 被你这么一说 我真的要崩溃了 你说的这一切正是我所担心的 对于乱党 没有任何一代的皇帝 是可以款待的 小燕子那么天真纯皆善良 她怎么能承受这么重的血海深仇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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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擦了 就让我痛死 病死 发炎死好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就是小燕子的仇人 现在还不是你寻死的时候 小燕子的状况怪怪的 我真的担心她会跟上次一样 不吃不喝病倒了 谁能大事 整人们在 pointless 不喝病倒了 这是禁止赌场的 bene 好喝 我能喝酒 我能喝烤酒 我har不喝烤酒 好喝乱酒 我都不用喝酒 好喝酒 我喝酒 我 thế你 天啊 这是谁做的菜啊 这是谁比我们起的 还早来做饭呀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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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带洗衣服呢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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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里的饭菜 都是你做的吗 你把我们大伙的衣服 都洗了 小燕子之情心 我真的很害怕 这次的打击 比与非娘娘的事件 还要严重 我真的怕 再次失去这天中活泼的 小燕子 好 两碗十全十美招牌面 请慢用 哥哥 好 干什么呢 还让不着吃饭了 走 不是 走 两位客官慢走啊 小燕 这周客人的钱不用收了啊 哥哥 还是让我来帮你扫吧 这树帮寨的院子 都是我扫的 这扫把 我再熟悉不过了 跟老朋友似的 哥哥 让我来扫aque 好 乖乖董地董 哥哥 我们来南的洋都没干活 越来越胖 你看我绷点小蚊子 都快变成胖嘟嘟的小苍蝇了 您还是给我擦 给我擦 您休息 哥 哥哥 擦窗户 我再在行了 让我来擦吧 只要我一碰到水 就跟浪底白条张顺一样得心用手 不像斑化石那个大圣会和水犯冲 哎呀 对呀 哥哥 还是让我给小凳子来干嘛 我小桌子发挥处武当 俄眉 少林 所有功力保证一下子 就能把窗户擦得光溜溜的 还是让我们来干嘛 哥哥 哥哥 上一次小燕子受大打击的时候 是发呆不讲话 这一次 是极端地坐不停 但是还是不讲话 不过 比起上次发呆 我还是希望她像现在这样活动成 至少 不会让我们担心 二康 要是子卫这样不停地干活 你能舍得吗 小燕子 小燕子 你不要一直忙好不好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昨天我的身体 已经让你出气了 如果你还嫌不够的话 我今天再让你抽几鞭子吧 反正半斤明说 我跟鞭子犯冲 那就继续冲到底吧 反正你痛快就行啊 小燕子 你不要一直做这个 做那个的 你休息一下吧 你吃点东西好不好啊 小燕子 你别不理我啊 小燕子 小燕子 你的鞭子在我这儿 你还要吗 小燕子 连他的鞭子都不要了 他连肖剑都不理的 这下麻烦大了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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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到这儿刷马了 这儿刷马 是我们男人的工作 你每天不吃不喝 还跑到这儿刷马 你想急死我们啊 连刷马都不放过 还是你不放过我们大家呢 青马分手的专职 不好玩 绝对绝对够好玩啊 我来做吧 车子交给我 好 好 谢谢啊 不信 小燕子 小燕子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会把自己累垮的 你告诉我 你怎么样 能让自己舒服一点 不行不行啊 这个工作是我的呀 不行你抢了我的工作 要了我的饭碗啊 现在知道高个的好处了吧 你不是小燕子吗 一样 飞起来抢啊 抢到就把工作让给你啊 小燕子跟我斗嘴啊 跟我吵架啊 吴大人 案件奏折 给你啊 小燕子跟我斗嘴啊 吴大人 这些都是您需要的 案件奏折 这些都是您需要的 这些都是您需要的 任虚年间斩首的案件 都在这儿了 我找过了 就是也没有找到 您要找的案子呀 这就太奇怪了 既然青龙帮是乱党事件 刑部居然连一个文件都没有 傅大人 大经历律您是最清楚了 死刑案件一定是要送刑部审查的 送督察院在家参合 再送大理寺定案 再经皇上核准定验 现在既然这个案子不存在了 是否需要 再向督察院和大理寺确认呢 尚书大人 你可还记得 任虚年的浙江 是由谁出任巡抚的 任虚年的浙江巡抚是 是马玉呀 马大人出身不凡 是湘黄契 也是现任的甘肃巡抚 马玉 福大人 福大人 怎么样 我刚才在大理寺问询了一下 也是一点有关任虚年浙江乱党事件的相关资料都没有 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越来越可疑了 我在南方得到的消息 在杭州确实出现过江南第一大侠的人物事件 据说此人是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 可不知道为何 在任虚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是十九年前的事情 应该还不难查着 福大人 你现在就出发到杭州 把当年的刑案再仔细地调查一遍 我去找浙江军府赵东海 看他那儿有什么线索没有 好 咱们分头行事 在杭州见 杭州见 告辞 保重 小燕子 你开口说句话好吗 这都几天了 你要急死我们大家吗 小燕子 这一天生意都不好 因为你都没有在门口卖一药喝 客人们都不上门来了 哥哥 这些碗都已经洗过了 没洗得在这儿呢 哥哥 洗碗是我们的工作 您别忙了 小燕子 你到门口便洗法好吗 这厨房的活交给我们好不好啊 你醒醒吧 别浪费体力害我们担心了 要不你把什么不痛快的都说出来啊 我不是紫薇晴儿 我没那么大耐心对你 你要是有责任性的话 咱俩现在出去卖义去 你别在这儿做白宫了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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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爹娘的故事 我真的错了吗 我真的错了吗 小燕子 小燕子 杨大人 历届杭州巡抚 可留下什么药体 记录了任虚年 十月十七日这一天 所发生的资重闹事 强盗纵火一事 这件事情是否与青龙帮 或是白莲教的乱党有关 傅大人 据我所知 任虚年在杭州 从没有发生过 青龙帮 或是白莲教的乱党事件 不过 在任虚年初 倒是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当时的浙江巡抚 马玉马大人的儿子马皇 暴病死于家中 但是老百姓众说纷纭 说是被江湖人士作杀 江湖人士 老百姓说 那个马皇仗着父亲 是浙江巡抚 在杭州一带 经常混迹赌场 强奸民女 最气愤的事 曾经只因为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不小心荡了她的马车 居然将老奶奶活活打死 这些事情 都是从老百姓那里 传出来的 因为没有人报官 所以我们当官的 也只能把它当作 道听途说了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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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刚打了一个盹 就不见人影了 这深更半夜 你怎么跑这洗被单呢 这被单不是前天才洗过吗 怎么今天又洗了一遍呀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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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这洗衣服啊 小燕子 我敢给她洗衣服啊 你怎么跑这洗衣服啊 小燕子 这么晚了天气又这么冷 你都冻坏了吧 不许洗了 你什么时候溜出来的 起来 我们回去 起来 小燕子 小燕子 你别洗了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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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快起来小燕子 小燕子 小燕子 怎么办啊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起的床 跑到这里就起床单 拉都拉不走 小燕子 你醒醒 你跟我生气 你就骂我 我知道是我爹 对不起你爹 是我家对不起你家 你不要这样虐待自己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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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洗肺蛋 我要去干活 我们这么多人都可以干活 用不着你一个人干 你不懂 这一路上 我哥都在教我 怎么生活 怎么肚烈 我一直不明白 我现在太短 我要去干活 你要是真动我的心 就把伤振作起来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我不要看到你干活 我要看到那个 会笑会闹会闯祸 的小燕子 你是谁 你要带我去哪里 我哥会生气的 我还要去几样哪 好 金索 拜托 快去烧蒸汤 有空去烧热水 自为秦儿 帮她洗个热水澡 这深夜 不知道她张良多久 连我都不认识了 好好 半截兵 你看小燕子这情形 会不会精神失差 完全崩溃了 这次比于飞上吊的情况 严重多了 小燕子在惩罚她自己 她如果能够大哭一场就好了 她所有的心事 都说不出口 无法不爱那个老爷 无法不爱永齐 无法不爱子薇 她恨这个背叛了肖家的自己 所以她用各种方法 惩罚那个她更恨的小燕子 照你这样分析 她以后还能干出更严重的事来 这可怎么办呀 我怕她什么事都做不了 我看她是终于撑不下去了 我们有时间多了 她现在东西 她一会儿 她们得到别人 我来喂吧 我这个公子哥 心甘情愿来伺候你 我知道 是我欠了你 你不要这样 我知道你很难过 其实 我比你更难过 就算 你用刀子捅了我 也不能弥补你 那么 就惩罚我 用一辈子伺候你 行吗 怎么样 吃下一点东西吗 一点都没吃进去 自从他受到打击之后 就拼命做苦工 不吃不睡 现在终于冰倒了 小燕子 我是小剑 是你哥哥 好不容易找到你 不许你有任何差错 睁开眼睛 看着我 你如果有什么怨气 冲我来 不要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张开嘴 把药喝下去 如果怕我生气 就赶快喝药 别怕 小燕子 小燕子 退消了没有 我把陈太医带来了 长大医 快来看看我妹妹 高烧不退 吞不下任何东西 长大医 你赶快让他吃了药好起来 以后 你让我背多少药性格 都可以啊 你们这些超级病原体 居然搬到南洋来了 还跟以前一样 情况不断 长大医 你怎么话那么多 快看看他呀 他之前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 然后好多天都没吃什么东西 还拼命工作 把自己累垮了 身材发烧 神志不清了 是 他是 心机气短 五星凡热 脸色苍白 体虚乏力 他的脉象很弱 心有谦谦结 育症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 他急火攻心 阴氧不良 得要用 意气凝心之药贴 他还受了风寒 高烧不退 病况相当严重 你们这十全十美 好像有七八个人 都有心病了 这心病 传染 传染吗 什么 小燕子病得很严重 高烧不退 人药都喂不下去 怎么没人来告诉我呢 自从那天大闹了一场回去以后 他就开始逼着自己做苦工 不吃不喝 直到把自己拖垮 现在 是完全崩溃了 完全崩溃是什么意思 小燕子 赶快备车 我去看看他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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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行礼了 常大医 小燕子怎么样 药味不进去 人也没有醒来 看样子情况不妙啊 什么情况不妙 让开让我看看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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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点醒过来 不要糊里糊涂就崩溃了 你那么勇敢 天不怕地不怕的 哪有那么容易就崩溃了 你快醒过来 睁开眼睛 让朕看看 小燕子 让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萧家的案子是怎么回事 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 你进宫之后带给我的喜怒哀乐 不是一点点 而是很多很多 这些我无法让你了解 我只能告诉你 就算你爹有罪 你也没有罪 你实在不必要去承担上一代的痛苦 我不是你的仇人 永远都不是 如果我真的杀了你爹 那也是我跟你爹的事 不是你的事 你懂了吗 把药拿来 让我喂他吃 好 好 药来了 小燕子 快起来吃药 不吃药病怎么会好呢 自为情二把他扶起来 来 这是我第二次为你吃药 记得第一次为你吃药 你感动得哭得稀里哗啦 你说 因为我喂你吃药 你就无法抗拒当格格 现在 是我第二次为你吃药 就在你拿的鞭子 喊我是杀人凶手 砍头专家之后 小燕子 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我说 其实我跟你一样害怕 害怕你爹是被我杀的 但是在真相还没弄明白之前 就让我们再做几天的妇女吧 说不定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吃药 除了 相爱是为了彼此守候 不该让你我 笑碎 我知道我并不高贵 但是我却不卑微 只算变成选择题 为何我们必须面对 有些难备的猫和出轨 如果你一去不回 我也很潇洒的你对 山脚水的这么出轨 我知道人生没有是君是美 相聚过欢笑过甜蜜过流浪过 点点滴滴将在我心里辗转 返回你带着想带着泪 没有后悔 只剩我一句天大地大 只剩我一句天大地大 尽量都是一捕 为何来 你这一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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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一捕 我哪一捕 你这一捕 你这一捕